郑州一神秘古寨 郑州有一个,实际上郑州有不少百年古寨,并且还独有特赐,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位于新正的一个古寨,人和寨,一个丝毫不输封门村的古寨。 人和寨有两个明显的特点,一是神秘的丁字响,一是该寨没人知道是何时,何人所见。 而更神奇的是,就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古寨中,却发现了四千年历史龙山文化古迹。 照此来看,其历史应该不会短,该古寨就位于新正市新殿镇东北六公里处,东、北、南三面环水,远远望去,就像是一个别寨一样。 为什么会是这种形状呢? 据债中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回忆,很多年之前,这一代土匪横行,饶得当地人民不聊生,不过一般的村民还好,毕竟穷,也没。 什么可抢的? 展开全文暂时,村里一些比较有钱的人就不乐意了,就想办法抵制这些土匪,怎么办呢? 一人之力肯定是不行的,所以,周围三十一个村庄的富豪仪,为了一块聚集起来,集资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,修成了人和寨。 这人和寨的寨墙,当年比新正的城墙还要高,有二三十米,寨中的炮楼更是有三十多座,极为壮观。 当然,虽然外部造得比较结实了,万一土匪硬工进来了怎么办呢? 那就见钉字像,这些钉字像可不是简单的巷子,而是由房子组成的。 据村里的老人说,这里的房子有一个特点叫做明三暗五,什么意思呢? 就是古寨中的正房看着是三间房,但是实际上是有五座,三间房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偏门,离得远了,根本就看不到。 并且,有些房子上还有廖望空,这些房子组成的钉字像,看起来是死胡同,但是真的进去之后,走到头,就会发现还有出路,这就是所谓的,山重水富宜无路,流暗花明又一村了吧。 不过,坏人进去之后,就像是进入到了一个迷宫中,基本上是出不来的。 不过,可惜的是,后来的人和债经过多次战争后,被毁坏得差不多了,重新规划过后的房子,再也没有了当年的运文。 另外一个迷就是没人知道,这个寨子究竟是何人所建,上边所说的三十一个富豪,共同修建,只是一种说法,也有人说是明初时期,有个叫李东海的人,从山西洪洞县来到这里,觉得此地三面环水,环境不错,就经过劳作,在这里繁衍子孙,修建房屋了。 也有人说,人和债附近盐庄,有人在台湾当过大官,而这里的七十二岛钉字响,就是根据台湾风格建设的。 而至于究竟是谁,知道真相的老人都已经去世了,也有的一些老人因为年纪太大,没办法说出了。 另外,之所以称人和债是比较惨的古寨,主要是一九四四年的时候,这里经历了大屠杀,一夜之间几。 十人被残害,现在去看,还有纪念该事件的悲客。 比较令人痛心的是,日军侵略的时候,人和债的村民只顾的逃跑,没有利用的上钉字向的优势,所以最后也就坏了。 据说,该债目前已经成为保护遗址了,并且也没有开发的计划,这或许也是对古建筑的一种保护了吧。 部分图片源自网络,如有侵权,请联系删除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